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地图上看 评判速度之所以这么快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史诗明的主动归降 唐主李亨得了这么大的便宜 自然要重重的赏赐史诗明 但他也清楚 自己是调不动他的 于是李亨封史诗明为归翼王 泛阳节度使 依旧镇守在幽州 河东节度使 评判大功臣李光碧 之前被史诗明围困在太原 自然对史诗明怀恨在心 他听说史诗明主动归降朝廷 就上奏给李亨 让李亨早做除掉史诗明的打算 李亨也觉得史诗明待在泛阳太危险 随时可能再次叛乱 就同意了李光碧的奏庭 史诗明手下有一员大将 名叫吴承恩 他的父亲名叫吴之义 曾经是史诗明的领导 对史诗明很不错 吴承恩原本是信毒太守 在史诗明攻打河北的时候 丝毫没有反抗 就投降了史诗明 史诗明固念旧情 对吴承恩很不错 其实吴承恩并不是真心想做叛军 和朝廷保持着藕断失联的关系 李亨根据李光碧的建议 决定把除掉史诗明的任务交给吴承恩 他受吴承恩为泛阳截斗赴使 明面上让他带圣旨去撤逢史诗明 暗地里给了他一张免死铁券 让他以此拉拢被囚禁在泛阳的阿斯纳成庆 想办法联手除掉史诗明 吴承恩到了泛阳并没有立马联系阿斯纳成庆 而是暗中鼓动军事和他一起除掉史诗明 军事中总有些人是史诗明的亲信 就把吴承恩的所作所为告诉了史诗明 史诗明刚开始还不相信 但他也觉得有必要试一试吴承恩 他以吴承恩是宣子特使 一路辛苦为由 把吴承恩留在了自己府中休息 他在吴承恩床下藏了两个人 让他们偷偷观察吴承恩 为了尽快让吴承恩暴露 史诗明又让吴承恩在泛阳的儿子去看望吴承恩 到了夜里 吴承恩对他儿子说了自己的真实来意 床下的两个人听得清清楚楚 他们大呼一声从床下跳了出来 抓住了吴承恩 在吴承恩身上 收出了棉石铁券和李光碧的密信 又收出来一本厚厚的名册 上面全部都是和史诗明一起造反的将士名字 史诗明见吴承恩果然是朝廷的密使 大怒责备吴承恩 吴承恩把责任全部推到了李光碧的身上 史诗明清楚 朝廷是无法再相信了 决定再次反叛 他召集三军 哭着对大家说 我以十三万之众归降朝廷 有何辜负陛下之处 陛下却要杀我 说完就杀了吴承恩父子 并租联了两百多人 吴承恩的弟弟吴承痴得知事情败露 很机灵地逃出了范阳 投奔李光碧去了 史诗明上周质问李亨 李亨派人去宽慰史诗明 把责任又推到了吴承恩的身上 正在这时 范阳收到了朝廷诛杀 打西巡 陈希列等判官的信息 史诗明对部讲说 陈希列等人都是朝廷重臣 上皇西陶之时 弃之不顾 现在他们依旧难逃一死 更何况 我等本来就是跟随安禄山造反的人呢 诸将听后 心中也是不安 出主意让史诗明上表 要求诛杀李光碧 史诗明之前被李光碧屡屡打败 早就哼透了他 如果能借机除掉李光碧 也是极好的 于是他就让耿仁智来起草表文 耿仁智 就是之前劝史诗明归降朝廷的人 他本心是不想造反的 所以一直设法从中周旋 现在他得知史诗明要上表诛杀李光碧 知道这封表文真的传上去 那朝廷和史诗明就在乎回转的可能 所以他就把诛杀李光碧的要求 偷偷地删掉了 史诗明得知此事后 大怒乱棍打死了他 虽然史诗明没有明面上起兵 但大家都知道史诗明已经和朝廷决裂了 安清旭这边 他逃到叶郡的时候 步众虽然被打得分崩离析 但还是守住了以叶郡为中心的书郡之地 兵甲粮草上算充足 但他却是一个得过且过的人 就算河南 河东 河北纷纷归降朝廷 就算自己被孤立了 依旧阻止不了他的享乐打击 他热衷大兴土木 每天只是以饮酒为乐 不管军政之事 跟着他身边的 也只剩下了蔡希德 张通汝 崔潜佑等人 蔡希德颇有才略 他的部队是安京旭手下最精锐的部队 但他性格刚正 情商太低 惹怒了张通汝 张通汝本来就是个小人 哪管什么大局 进餐害死了蔡希德 蔡希德的部众吓得逃离了叶郡 其他各部也有兔子乎贵的感觉 不肯再卖力 安京旭见状任命崔潜佑为天下兵马使 中览兵权 但崔潜佑这个人力气太重 完全没法聚拢将士 所以此时叶郡的部队可以说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但令人不解的是 李恒在收复两斤后并没有群追猛打 这使得安京旭在叶郡又多存活了一年 公元758年 前缘元年9月21 李恒终于要收拾安京旭了 他派说房截斗使郭子怡 怀西截斗使卢炯 兴平截斗使李幻 华浦截斗使徐书记 正西北亭截斗使李世叶 郑蔡截斗使季广称 河南截斗使崔光远等七个截斗使 外加上平鲁兵马使董秦 共计20万马步军去攻打渭州夜军 又命河东截斗使李光碧 关内折禄截斗使王司李二人带兵驻战 一共九截斗一兵马使 阵容不可谓不强大 但李恒却没有给这个庞大的队伍设置主帅 反而设置了一个总的军容观察使 也就是之前的监军 这个监军是个太监 名叫于朝恩 大家估计好奇 为啥李恒不设主帅呢 原因让人啼笑皆非 竟然是因为他觉得郭子怡和李光碧 都是国之名将 让一个管另一个 另一个肯定不服 所以干脆不设主帅 李恒的脑回路实在清奇 一来大军没有主帅 肯定不能统一调度 二来李光碧原本就是郭子怡的部下 根本不存在服气不服气的问题 然来就算他二人功劳相当 不好分个高下 那至少可以设两路军 让他们各带一路 不设元帅 那其他的几路大军 也没了统一的指挥 更重要的是 不设元帅 却设了总的监军 那这个监军就没人制衡 岂不是要让这个太监 来统筹选举了 不管怎么样 既然是皇帝这样安排的 那各路军自然也不会说什么 于是各路大军 也就稀里糊涂的出发了 九节度里面 有两个人我特意说明一下 一个是华谱节度使 纪广称 他在永王之乱中 关键时刻投降了官军 自然得到了重用 另外一个是河南节度使 崔光远 他在收复两斤过程中 也立了一些功劳 被设为了节度使 监军于朝恩本来就是一个弄称 只是受到李恒的宠信 才得以掌握大权 讲到这儿 我想吐槽一句 李恒并不是救世圣人 他任人为亲 和李隆基后期并没有很大的区别 朝廷里面充斥的全是溜须拍马的小人 而像颜真卿张寻这样的 只能在外地做个小官 言归正传 十路大军兵分十路 向向州进发 郭子怡这一路 十月初五 从杏元渡河来到霍家县 驻守霍家的叛军将领是安太清 郭子怡在霍家大破叛军 斩首四千余人 安太清退守魏州 郭子怡继续进兵 围攻魏州 卢炯 纪广称 崔光远 李世叶等人 也度过了黄河 在魏州和郭子怡会师 安庆去这边 他得知魏州危机 派了七万大军兵分三路前来救援 上路军由崔前右带领 下路军由田征士带领 自己亲率中路军 双方在魏州城外碰了面 郭子怡埋伏了三千工农手 在军营墙壁的后面 自己带兵去挑战安庆去 两军接触 郭子怡假装不敌 相互退去 等叛军追到军营前 三千工农手突然站出来 向叛军猛射 叛军自然后退 郭子怡带兵回杀 叛军打败 俘虏了安庆去的弟弟 安庆和 郭子怡没有二话 直接斩杀了安庆和 安庆旭兵败向向州逃去 官军们收复魏州后 一路追赶安庆旭 到了叶城 叶城是历史名城 位置随着时间不同 也略有不同 唐朝时期的叶城 其实就是安阳 这时候 徐书记 董秦 王思礼 和李光碧 也陆续赶到了叶城 基本上 各路军算是到齐了 安庆旭收拢残军 和官军在仇死港 又打了一仗 结果还是惨败 前后被斩首三万多人 安庆旭知道自己 不是官军的对手 就退入城中 坚守不出 郭子怡等人 见安庆旭一直不肯出战 就分了崔光远这一路军 去攻打魏州 其余的人继续围困叶城 10月15 魏州被崔光远拿下 叶城这边 城内的安庆旭无计可施 派人向史诗明求援 承诺只要史诗明来救他 他就把皇位让给史诗明 史诗明一看 还有这样的好事 于是 进发泛阳兵一十三万 来救援叶城 史诗明是百战将军 行军调度 有章有度 他并没有一窝空的 全部来到叶城 而是先派李贵人 带兵一万 驻扎在府阳 远远的为安庆旭造势 先稳定住安庆旭的军心 而史诗明 把剩下的兵 又分了三路 一路走行州明州 一路走冀州贝州 自己亲帅一路 前往魏州 他想趁崔光远 在魏州立足不稳之际 能打下魏州 崔光远部下 有一员猛将 名叫李初音 他算是崔光远这一路军 最能打的一个 史诗明来风打魏州 崔光远让李初音 前往迎战 因为叛军人说众多 李初音连战连败 只得退回城中 叛军追到城下 对城上的守军喊话 说自己是李初音 领过来的 想要离间冠军 崔光远果然中计 将李初音腰斩了 李初音作战勇猛 身得军心 他一死 使其大跌 军心患散 崔光远抵挡不住 判决的进攻 孤身逃回到了汴州 10月29 史诗明攻克魏州 斩杀官军三万人 史诗明拿下魏州后 并没有继续进兵 去救援夜城 反而在魏州住了下来 一个月后 正月初一 史诗明在魏州城修建祭坛 自奉为大胜燕王 官军这边 他们搞不清史诗明的想法 也不敢贸然进攻 但这样一直掉着 也不是办法 李光碧建议 史诗明得魏州 却按兵不动 就是要等我等松懈 然后用精兵突袭 不如我和朔方兵 一起进逼魏州 主动向他挑战 之前我们在嘉山 曾大败他 想来他一定有所忌惮 不敢贸然出击 我们只需要在魏州拖住他 那夜城肯定守不多久 等安庆旭死了 他也就失去号召力 没理由再去指挥其他叛军 这个计策其实挺好的 叛军之所以也能凝聚在一起 安庆旭这个皇帝名头挺重要的 如果安庆旭死了 那叛军想必会脱功瓦解 没想到这么好的建议 监军于草恩却觉得不好 出现反对 众人只好作罢 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 官军例行攻城 叛军坚守不出 双方继续的消耗着 正月28 正习截斗使李世叶 在攻城的时候 被刘剑射中 不治身亡 正习兵马使立飞远礼 接替他指挥部队 除了立飞远礼外 正习军中还有几人 也值得说一下 那就是之前他们提到的 端秀石 他被李世叶表为了 怀州长使 负责正习的粮草后勤 此时各路军 因长时间的用兵 后勤都有一点跟不上了 只有正习军的补给 源源不断 到了2月 郭子怡等人想了一招 他们把张河的水 引入到了夜城 为了彻底淹死夜城 他们还在夜城外 修筑了两圈墙壁 夜城的水位 据说高的 连水井都向外冒水 夜城内的人 只能修筑高脚屋来住 到了此时 夜城已经被围了 长达五个月 城内的粮食早就吃完了 一只老鼠都卖到了四千钱 而官军这边 所有人都知道 夜城肯定支持不住 但因为没有统一的指挥 各自行事 就算是城内的守军想投降 也找不到出来的路 因为购路官军 都在忙着放水呢 时间一长 官军也疲惫至极 士气低落 这五个月 安静旭苦苦之称 就是在等死神明的救援 死神明真是个高手 也不说不救 也不真的来救 就这样远远地看着 而夜城攻守双方 都在这样的对峙中消耗着 看来死神明要把渔翁捉到底了 直到二月十五 死神明见官军和夜城军 都到了临界值了 才带兵从魏州出发 前往夜城 他走到距离夜城五十里的地方 又停了下来 他让军事们击鼓 给夜城守军希望 让他们不要轻易投降 死神明又选了经济兵五百人 每天到官军各营前抢掠 官军如果出战 这群人就会赢 官军退了 他们再来抢掠 这样一弄 官军打财的 越良的都不敢出来了 弄得官军烦不胜烦 死神明另派了一些人 穿上官军的衣服 到官军的聊闹中 劫乎军粮 对于运粮的人又打又骂 不高兴的时候还杀几个人 弄得运粮的人也怨气冲天 官军被他们这样一搅和 缺衣扫时军心患散 死神明见官军被折腾得差不多了 终于拔营来到了城下 和官军约定决战的时间 3月初六 官军步兵骑兵 共计60万人 列阵在安阳河北 死神明带精兵5万前来交战 官军没想到 死神明只带了这么多人 还以为是一群 闪兵游泳 就没有太在意 等到快接近的时候 官军发现这支部队 是死神明亲自带队 这才确信 这就是死神明的阻力 死神明也没有废话 带兵就打 李光碧 王思李 徐书记 和卢炯等人带兵迎战 双方杀了起来 卢炯被乱军射中 郭子怡仙打了起来 连忙率兵支援 还没等郭子怡赶到战场 突然狂轰大作 沙石树木 漫天飞舞 顿时天昏地暗 不变方向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打风 把两边的人都吓了一跳 都以为自己中计了 各自后退 官军向南 叛军向北 武器铠甲 军用武之丢的满地都是 此时打乱 谁也说不清楚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郭子怡也搞不清楚情况 他以为其他地方的叛军 会趁机攻打洛阳 手足洛阳才是当武之急 于是他命令部队 赶紧向河阳方向撤退 企图早一点 占领河阳桥 郭子怡为了加快行军速度 一万战马跑到河阳的时候 只剩三千了 武器铠甲也基本上一事殆尽 洛阳的官民见官军如此狼狈的后撤 都以为前线大败 纷纷逃离了洛阳 东都留守吹缘 河南引苏正等洛阳官员直接放弃了洛阳 逃到了邓州 除了郭子怡 其他各镇也带着本部人马撤回到了本镇 这些部队的军事一路上和叛军没有两样 也是大肆强掠 忽若辉为 将领们和当地的官员完全控制不住 一直乱了十几天才安定了下来 十路大军只有李光碧和王思李的部队 曾建制的安安稳稳地撤回到了本镇 郭子怡来到河阳 想要守住河阳城 但被后来的友军相互惊扰 也不敢一直留在河阳 又向后撤到了缺门 在这里 他收拢残兵清点人数 仅仅只得了几万人 纵将建议放弃洛阳 改退到浦州和散州 都与侯张庸记说道 浦州和散州连年饥荒 不如坚守河阳 如果叛军来攻 全力坚守就是了 郭子怡也认同他的观点 于是又带兵回到了河阳 此时史诗明已经反应过来了 派人来夺河阳 幸亏郭子怡他们先赶到了 才保住了河阳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夜城之战 除了前期双方消耗外 真正的大仗刚开打 双方都败给了一股妖风 真是奇哉怪哉 夜城之战 妖风吹飞的不仅仅是人和装备 还吹飞了大唐的鸡粮 这一战的失利 影响特别深远 那具体有什么影响呢 被妖风吹跑的叛军去了哪呢 叛军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啊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辉